湖南13岁男孩 因为母亲把自己反锁在家里 要求自己写作业 然后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书给烧了 引起了他卧室火灾 然后被迫他来到这个窗户外 从18楼的这个楼上 然后跳下来生亡这个事 引发了很多家长的热烈的投论 我作为一个家长 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 说实话内心是非常悲痛的 首先咱不去牵述这个家长 就是不去指责他做的对或者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件 特别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 去反思 这个时候去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有没有做过和这个母亲 同样的一些 就是不太理性的一些教育方式 我先承认我自己 曾经在我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曾经有多次 逼着他去写作业 就是我用我自己强行的一些要求 去控制过他 甚至他在他中考的时候 因为他有的时候写完罪 他会玩手机玩得很晚 我怕他第二天上课没有精力 然后因为他经常的 到第二天上课会打盹 所以我就强行在10点多 把他的手机收走 后来因为我的孩子在高中 高一阶段出现这种心理的问题 后来他再跟我讲 他其实从初中阶段 他就已经出现了 即便是我强行把他的手机收走 然后他有的时候也会整夜 看着天花板 就是到天亮 那么我觉得这个事件呢 首先我们也先不去迁怒 或指责这个家长做的对不对吧 如果是个正常的一个行为的话 我们出门首先不会把孩子反锁在屋里边 对不对 我觉得孩子为什么会想到去收书呢 首先他的作业比较反感 或者说对这个书比较反感 或者因为对母亲的这种反锁在自己屋里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示抗议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这个孩子一进入初中阶段 他就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 非常内眷的一种教育环境 这个每天这个做不完的作业 还有挨不完的批评 孩子这个精神压力就已经开始越来越大了 到了高中就更加的就不用这个再去说了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查证明 他们这个睡眠就严重是属于是不够的 正常来说这个初中的孩子最少得睡过8个小时 而高中的孩子最少得睡过6个小时 但是现在调查数据证明呢 这个初中的孩子他们这个睡眠时间 也就顶多有6个小时 但是高中的孩子有可能连56个小时都不到 就这种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失眠这个状态 这说明什么原因 像一个高强压的一个学习压力下 他们本身就没有多少去自娱自乐 或者说去休闲或者放松的一个空间 再加上父母本身比较焦虑的这种压力 因为父母就觉得现在本身 大学生就压力又这么大 对不对 你如果不好学 你考不上一个好大学 你就更加会容易被这个时代府淘汰了 就是这种严重的一个就业焦虑 就更加的让孩子在这种 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内卷体制里边 不断的内卷 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如果孩子一旦出现心理问题 家长们就开始不用再祈求孩子 你只要能够好好学就行了 而是说你只要 哪怕你不学习也行 你只要身心健康就行了 就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 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亡羊补落已经晚了 所以通过这个事件 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反省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去成长 而不是说一味的给孩子 施加很沉重的一个学习压力 我们不去理解孩子 提亮孩子 甚至说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那你像这种繁琐的这种行为 站在孩子这样一个角度的话 那它是一个什么的一个体会呢 不是说只是去 对这个母亲怎么样的去指责和批评 因为我觉得这个母亲 她代表了千千万万个 我们同样的家长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一代家长来说 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的 因为我们真的不懂家境就越 而我们这代孩子 他们处在这个高全癌的学习压力下 我们真的得需要学习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样一个体质环境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更加科学的去养育我们的孩子 因为这个真的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 而我们大部分家长 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